欢迎光临桂姐今天煮什么 我是台中远东的小雅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 鲜甜又美味的一道料理 意识水煮鱼 鲁鱼一汁 蛤蜊半斤 牛番茄 三至四颗 还有洋葱 番茄糊 蒜末 意识香料 胡椒粉跟盐巴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锅具是 阿雷西仙杜拉系列的三层钢锅 那整个来讲它一体成型 它里面也没有说像一般的话 有那个卯丁的设计 所以它这一种也不常用纳钩 那手把的话 它是采用不锈钢手把 去喷上石银沙的设计 可以拿来煎拿来炖 甚至说拿来当烘烤的都可以 因为它这一款锅子 是可以直接进烤箱的 我们先来倒一点坎南油 那我们的锅子来讲 一样都是冷锅倒油开中火 看到油纹转小火 好温度够的时候 它会在里面的部分 它有不规则的花纹出现 像这样子我把油把它整个摇均匀一下 然后稍微我倾斜45度角来看 你要等它像这样子 慢慢有一条条的纹路 那记得不能刚跑出来 你的雨就丢下去不可以 你一定要像这样子 从头画线画到底 要非常的明显 这个才是热度够 热度够了以后 你再把你的油整个摇均匀一下 记得调你的小火 那我为了避免怕喷嘛 因为我们也爱漂亮 所以我们不想被油爆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油的上面 撒一点点的盐巴 把它避免油去喷 画看看 你不要先全部丢下 你就画看看它有没有沾黏白白的 如果今天没有沾黏白白的时候 代表说锅子热了 你就直接把雨丢下去 然后盖起来 什么时候看锅也冒水蒸气就OK了 只要有水蒸气出来的时候 你记得说给它煎隔两分钟至三分钟 让它整个熟成度更好 我们再去做翻面 用这样子直接这样去翻 它雨就会金黄金黄 那我们这时候旁边是不是还有我们刚刚的鱼油跟我们的橄榄油 把我们的洋葱 洋葱碎 下去直接去炒 再加我们的蒜碎 然后一样炒 再加我们的番茄 像这道菜啊 它是吃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 有些不爱吃饭的 你多吃番茄 它其实也有开胃的效果在 那很多水煮鱼有些人是煮辣味的 可能就是比较四川的就是偏辣 可是如果说像我们家里有很多小朋友或老人家不能吃辣的 我们其实都会建议说 你用这个锅子啊 直接煮那个 易式水煮鱼 口感也很好这样子 那这边这时候稍微熬煮一下 你就可以下一下我们的白酒 直接淋上去 然后直接开中火 然后记得要盖锅盖 稍微煮一下下 那滚了以后啊 咖哩香料 把它均匀的把它撒上去 然后我们的蛤蜊 然后我们的蛤蜊 那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灌火 然后直接散上我们最后面的黑胡椒粒 以及我们的九层塔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的易式水煮已经完成了 煎个匀 然后再把我们蛤蜊放进去 然后像它的有很多的汤汁啊 我们的汤汁也不要浪费掉 你可以去买法国面包直接沾面包吃也非常棒 然后这个这道菜也非常可以当成是宴会料理 喜欢我们这道菜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我们的小铃铛